我寫了一個東西 不過這個沒寫其實倒也是沒什麼感覺 有沒有發現叫exists for exists是離開 for是for回圈 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當你已經找到了 不會再找到第二個的話 那你就exists for 為什麼 因為假設找三號 那三號只會有一個 找到之後就不會再有三號 所以你就不用傻傻 一直在 因為他找到之後 理論上資料已經幫你搬過去 但是回圈還沒結束 因為他幾個他一定要跑完 有沒有 跑到哪一個 一定要跑到第10個才會停下來 有沒有 比如說他就傻傻的 反正他就照著你的方 全部跑完為止 可是問題是你已經找到 你幹嘛還要再去 再去往下找 OK 你就不用一直到 找到最末端了 你就找到就好了 OK 就像你要買東西一樣 比如說你想要從這邊到車站 只要找7-11 你不用說你從這邊走 一定要走 找到7-11就好了 你就買個東西回來就好 你不會說 我已經先找到一個了 然後又繼續走到7-11 然後又走回來 那不是很不聰明的辦法 不過理論上你現在在這個城市裡面不加 應該也沒什麼感覺 加也沒什麼感覺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電腦太快了 根本完全一點感覺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什麼呢 千萬分之一秒 跟百萬分之一秒 對你來說 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其實這邊沒寫沒差 但未來如果說你資料量大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有差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It is for OK 好 那底下的話有事件驅動 有沒有 那一個 我是另外獨立的 你要找那個sheets名稱 哪一個change的時候 寫法就大概這樣子 OK 那其他的話 當然這個範例 其實如果用什麼 用V-2函數 其實還可以用什麼 我上面還有提到 你可以用index 不過這個index 我想自己稍微看一下 可以用index 也可以用什麼呢 另外offset 也可以用indirect 這幾個函數都做得出來 只是說有點麻煩 太麻煩 所以算了 你們有興趣自己玩玩看好了 當然你要做事情的話 就找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好了 千萬不要找各種方法都試過 還弄得很複雜 這樣很厲害嗎 我一點都不覺得 有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一定要抓你腳尖 把問題弄得很複雜 明明很簡單就可以解決 他一定要弄得一個很複雜的方法 事情一樣解決 但是明明就很簡單 可能要顯示他的重要性吧 如果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顯不出他是在這方面很專業嗎 當然沒有了 所以你有的時候其實就找一個簡單的方法 不過或許另外如果你要秀給人家看的話 你就秀難一點的 這樣你才顯得出你有學過吧 你秀給老闆看 老闆我是用VVA喔 我不是用V卵數對不對 這樣子感覺就比較專業 秀一些東西的時候可以這樣 我發現還是得要這樣 不然的話 你感覺兩三下就弄完 私底下這樣弄 但是表面上還是要把那個樣子給做出來吧 OK 我不知道 有些時候 甚至你可以寫 用一些其他方法 用Python來寫 感覺哇 你用Python存取Excel 好像很厲害 可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它很厲害 我覺得你明明就可以用VVA寫 你為什麼沒事寫Python 明明就像說你明明很簡單的你就可以解決了 在國內可以找人幫忙解決 你還要在國外去找一個人來替你解決這個問題 感覺比較厲害嗎 因為他外國人是不是 外國人來的感覺好像就感覺就是不一樣嗎 但也有這樣感覺 不過實際上問題都可以解決 但是找一個簡單的方法吧 那個VVA的好處就是說它已經在Excel裡面了 他們是同一個 算是同國的人 都微軟的 那外面的世界 他們就是要隔一層 哪怕你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 像那個Python裡面有一個叫Pandas 也很簡單 可是問題你還是要裝 你還是要去import它 你還要去弄有的沒的 還是麻煩 好像還是VVA簡單 所以這部分跟各位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後面就再取另外一個例子 請各位就是再開另外一個325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就跟剛剛那一題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它這一題基本上你就一定是不能用VVA完成的 那主要就是說 這一題 它要的結果是什麼 把B欄的東西 1234 變成1234 但是而且還沒那麼簡單 還要再切除前面東西 把後面有沒有 後面這一串 後面這一串 放到這邊來 它是1234 放在1234 然後又下一個 所以它是縱向的 這個方法的話 你用 沒辦法用VLAN 那只能用Index 或Indirect 或直接乾脆寫VVA就好 寫VVA 這題有沒有講過嗎 沒有 OK 請各位想想看 所以待會的話 1開啟 那個325這一題 2的話呢 請各位 把這個delete了 因為這個只是適宜的 你delete了之後才開始 然後有什麼方式可以把這四個 把它轉向變橫向 然後又去掉前面的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先放過去 第二階段再去切前面的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你大概就沒辦法用VLAN數了 這一題應該 VLAN數怎麼做呢? 好像就有問題了 所以這一題就是VLAN數無法完成的 那我們就只能用什麼? 用其他的方法 也許 Index Index Index加match 其實一般也蠻多地方會用到 Index 是找哪個範圍的 哪一列的 哪一欄 那match的話呢 是再去比對 所以有時候 index跟match 它兩個會一個pun 然後 那 或者 index 這一題的話 或者是說 甚至以後如果你學VBA熟了之後 發現了 你根本也不想要去想那個 哪一個函數 你乾脆寫VBA算了 這個VBA就是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 先把那個範圍先框起來 寫一個迴圈 for i for j 然後sales ij就等於什麼? 把來源的寫在後面 把它丟到前面去就好 所以這一題我待會講VBA 其實也不難 就是 但是可能需要for i for j 因為它是一個範圍